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桃园市长郑文灿16日表示,因机场捷运出现盈余,所以今年10月起全线降价10元,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议会被巡视被问及此事,竟不以为然的枪说我才不信力,事后郑文灿则回酸,要柯去看财报。 对此,民进党及桃园势力伟郑运鹏认为,柯文哲应该要跟台北与桃园二世府道歉。 他也感叹,桃园市政府可能要花十倍的力气,才能去洗刷澄清。 郑运鹏金在脸书表示,台北捷运和桃园机场捷运一样,都属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摊建设成本,且成本不列注贪题,因此机节营运后赚钱,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政治花招。 而是事实,郑运鹏指出,北市府是桃园捷运公司的股东,而且有董事,柯文哲不关心机节没关系,但面对议会质询这种严肃的民主程序,面对其他地方政府的议题,只凭自己贫乏的呈现,就这样轻率,轻蔑地否定,这不是侮辱桃园,而是侮辱台北市议会和台北市政府。